金英杰新学习系统的核心竞争力 金英杰七大学科教研室是由权威独家师资构成 金英杰图书七大体系 按照书配课 课配书的特点组成的特色学习工具 金英杰名师打造全年全周期的教学课程 我们看第二节 牙周病的主要症状和检查 这部内容比较简单了 前半部内容还说我们有一部分记得 包括全身刺激因素 绝部刺激因素 以及我们主要的防御东西 我们还需要背 这块内容相对来说理解的会多一点 我们注意 牙周病的主要症状 包括牙龈的炎症 牙龈炎症临床中我们会见得多一点 有人说不用临床 我这个就有牙龈炎 往往牙龈炎什么呀 每个人可能都会面临 都会有 但是反过头来我们说牙周带的形成 牙草骨的吸收 以及牙齿松动的异味 而牙隐炎症它只限于什么呀 牙隐炎 一旦有症状的我们说牙周带形成 牙草骨吸收 牙齿松动和异味 多数情况下是伴有什么了 牙周炎 所以这很明显的一点 它四个特点中唯一一个牙隐炎特有的是什么呀 牙隐炎症 但是我们注意一点 反过头来牙周炎可不可以有它 当然可以有 当然可以有 但是我们现在强调一点 正常的牙隐炎会发展成为牙周炎吗 不会发展成为牙周炎 因为之所以叫牙隐炎 只是什么呀 牙隐有问题 别处没有问题 很少能发展成为什么呀 牙周炎 这个大家需要进一步的认识 我们看牙隐炎症 牙隐炎症一般我们讲的说是它有七个特点 第一个就牙隐出血 牙隐出血考试典型的A1型题 就是最常见的主素 所以你说一个牙周病的病人 最主要的主素是什么呀 咬苹果出血了吗 但是广告是不是这么演的 咬苹果白血一咬咖唧 上面有血了 喊什么呀 电视广告喊的是什么呀 就有血了是吧 有血了怎么办啊 我们说一旦有血了可能就牙隐炎 有牙隐炎的时候 可能我们需要好好刷牙能够管事 但是我们说刷牙一旦不管事的时候 必须在我们讲时间技能的时候达到什么呀 已经达到2了 已经有节食的时候刷牙能刷掉吗 刷不掉 所以很明显正常的探诊出血 可作为诊断牙隐炎的重要指标 这个大家知道 探诊出血一般作为指标 后面我们看组织学特点 牙隐组织中毛一血管来扩张充血 沟内上皮增生 往往连续性中断 以至于保护性变差 刺激血管产生破裂出血 这个没什么太特殊的 我们注意 临床中只要牙隐出血 定名有什么呀 牙隐炎症的存在 第二个方片我们来说颜色 正常人的牙隐炎色 我们说正常一笑的过程中 牙隐炎色是什么呀 我们叫粉红色 叫粉红色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而我们说在到正常的成人以后 逐渐一旦得牙隐炎之后 我们一看牙隐炎色就发起变了 阴乳头明显的出现什么呀 游历阴和阴乳头 注意这两个位置 它明显出现到什么呀 鲜红和暗红 所以有的时候人说 游历阴和阴乳头 这不是游历性阴炎吗 游历阴 游历阴吗 这确实是这样 它往往是游历阴 比较多发生的阴炎 而再有阴乳头 附着阴往往是比较 是比较少发生 它出现明显的鲜红暗红 鲜红往往就冒着鲜血 鲜血充盈 而暗红什么呀 往往是时间长了 就会产生这种暗红色的血 重症的牙隐炎 牙周炎 充血范围可波及到附着阴 所以很明显 你现在有个印象 说普通牙隐炎 只有阴乳头和什么呀 游历阴这块 出现充血 而如果重一点的话 会有什么地方 附着阴也会充血 附着阴也会充血 我们看一些特殊情况 我们说有些特殊的阴炎 比如药物性牙隐增生这种病人 它往往血管减少 纤维化 所以它牙隐会变什么呀 颜色变浅 变苍白 因为它没有血管的时候 颜色也可以变什么呀 变苍白 而临床中我们见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呀 就牙隐变红 甚至什么呀 鲜红或暗红 有一些变白的多数是什么呀 纤维增生 纤维增生 这个大家稍有印象 稍有印象 从外形上来看 我们说形容起了牙隐的外形 我们都怎么形容 我们叫匪薄的一层 匪薄的一层 紧贴牙面 所以正常的 正常的它一个银带 正常的银带 银带里边 我们说正常情况下 它跟牙隐什么呀 贴的很紧 脏东西很难说 很轻松的进入 很轻松出来 它贴的很紧 但一旦得牙隐炎的时候 我们注意 它往往什么呀 牙隐会变圆盾 变厚变圆盾 变圆盾之后 很轻松就离开什么呀 牙面 这是它的特点 再有表面我们说一个个小点的 凹陷性的东西 比如这是上皮 上皮丁秃 它拽的时候 往里拽的时候 上皮丁秃 拽出一个什么呀 小凹陷 小凹陷我们就管它叫什么名 叫点踩 所以以后人家说点踩是什么呀 你扒开病人嘴角 嘴唇一看 说上面一个小点 就叫点踩 这个点踩是上皮丁秃 往里边拽的一个结果 而当它一旦一肿起来 说这个点踩还有吗 没有 所以从正常外形上看 以前是匪薄的贴的牙面 而正常的一旦一有病变的时候 就肿了 肿了之后点踩还是什么呀 它消失了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所以正常的牙齐炎有些 也没有点踩 所以不能单纯靠点踩来 判断有没有炎症 所以我们说这种话 有的时候现在考的偏就考这种 点踩消失 一定就是牙齐炎的一个特征性表现 我们注意正常人也可以什么呀 没有点踩 所以你当扒开某个人嘴唇说 哎呀你看人没有点踩了 你这牙齐炎了 点踩消失的前提是什么呀 必须是肿胀 组织必须肿胀 连肿都没肿 它能是点踩消失吗 它就是天生没有 所以这个大家有个概念 我们看第四个质地 质地也是临床中好多病人 有意见的一个问题 说正常你看我这牙齐肿的这么厉害 你说必须洗呀 对不对 这个对了 往往急性期的时候 有人说急性牙齐炎的时候 能不能洗呀 没有人听说急性牙齐炎的时候 就一定不能洗 但是我们动作要什么呀 要轻柔一点 往往由于这种 结地组织炎症浸润胶原纤维 它一旦浸润之后 我们正常的牙齐韧性很大 我们正常在做牙周探诊的时候 如果牙齐健康的情况下 不会出去 也不会出现这种撕裂的问题 而当正常它质地 随着炎症的发生的时候 它会变得什么呀 叫松软脆弱 这个词不用背下 你就记住 临床中我洗洗牙 为什么把他牙齐给洗得烂了 洗烂了有你的责任 有 但是另外他的责任是什么呀 他牙齐变得松软脆弱 所以这个大方向是你要知道 如果牙齐炎症仅限于淫沟的 内侧臂的时候 牙齐表面仍可保持相当致密 有些慢性炎症 上皮增生变厚 纤维增值 牙齐变得坚硬肥厚 所以我们说 从质力上来说 一部分变得松软脆弱 另一部分变得什么呀 增生 像药性牙齐增生 它往往什么呀 不但没变脆弱 还变得什么呀 韧性更大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我们看第五个就是探诊深度和负轴水平 探诊深度的概念是什么呀 我们说这是牙银 这是牙槽骨 正常探的这是探的一个银沟 深度 如果一旦牙周病的时候 这块就是什么呀 叫负轴丧尸 什么叫负轴丧尸 右牙骨质界 到正常什么呀 带底之间的距离 比如带底到这了 它就负轴丧尸就是这么大 所以负轴丧尸就是右牙骨质界 到带底之间的距离 而正常我们探诊的时候 只探到带底 它带底到银圆之间距离 我们叫什么呀 叫探诊深度 所以这两个概念 正常拿一个探针一探 探到带底到什么呀 到银圆 这叫探诊深度 如果他说从右牙骨质界 到什么呀 到正常带底之间距离 叫什么呀 负轴丧尸 正常的不应该有负轴丧尸 如果一旦有负轴丧尸 我们就诊断是什么呀 是牙周炎了 是牙周炎了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概念 我们说对于健康的牙周组织 这个是考试考过的原题 探针进入到结合上频内 进入到结合上频内 而炎证的时候 我们进入炎证的结底组织内 因此在临床探针的大小 大于组织学的什么呀 银沟的深度 所以一般的人就问 你说健康的牙周组织探针 探的深度是什么呀 进入结合上频内 这是一个考试考过的A1行动体 探入到结合上频内 他不是探到就停了 因为他探到结合上频内 这是他的一个特殊性 正常的银沟的深度 就两到三个毫米 一般我们说三个毫米内 牙移炎症的时候 肿胀可超过三个毫米 三个毫米的时候 我们说如果上皮附着 仍未有幼牙骨指界 我们就没有附着水平丧失 如果超过了幼牙骨指界 往下走 走多深 就是什么呀 附着水平丧失的一个问题 只要没有附着水平丧失 我们都叫什么呀 叫银带 所以很明显 当我们画一个图的时候 我们说这是一个 这是幼牙骨指界 我们探诊深度 这正常应该是三个毫米内 这正常牙移 正常牙移 如果它往下走了的情况下 我们的探诊深度 达到五个毫米 五个毫米很明显 附着出现没出现丧失 出现丧失了 这两个毫米 附着丧失了 附着丧失两个毫米 探诊深度达到几个毫米 五个毫米 这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附着丧失 从带底 幼牙固指界这个地方 到带底的距离 叫附着丧失 一旦有附着丧失 证明已经发生了什么呀 牙周炎了 已经有牙周炎出的 如果附着没有丧失 单纯一探深度 达到五个毫米 这叫什么呀 甲性牙周炎 又叫做银带 叫银带 我们看 而真性的这种牙周炎的形成 探诊深度一般超过三个毫米 最重要的一点 能探诊什么呀 附着丧失 区别牙移炎和牙周炎的 明显性的特点 我们就看了 有没有什么呀 附着丧失的存在 附着丧失的存在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第六个我们看银沟液 看个银沟液 银沟液刚才我们说 一共四个保护组织 一个是上皮 一个是吞噬细胞 一个是银沟液 一个是什么呀 唾液 银沟液往往一般 我们说当一旦有炎症的时候 银沟液的目的是 大量产生之后 脏东西往外冲 所以银沟液渗出什么呀 是增多的 也是它的一个重要指征 银沟液增多 也是一个重要指征 它相对来说 作为炎症什么呀 程度的敏感 都客观指标 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敏感 所以这炎症程度 敏感的指标是谁呀 就是银沟液 银沟液是比较敏感的 一个指标 所以整个来说 一般我们说 六个基本特点 是牙胰炎的特点 六个基本特点 我们包括什么呀 包括什么呀 常规情况下 一般我们说 最明显的 最主要的一个 临床特点 探诊出血 探诊出血之后 再往后一点什么呀 我们叫色形质 颜色 颜色可以变鲜红暗红 可以变苍白 形态是什么呀 开始是匪薄的 逐渐变什么呀 变厚 颜财也什么呀 消失 再往后什么呀 质地 质地的时候很明显 最早的时候什么呀 坚韧的 而后面是松软脆弱 或者是更加的坚韧 色形质说完了之后 我们说 后面的两个基础性特点 一方面我们包括 我们说的什么呀 这种银沟液 它主要是什么呀 一个排除性的东西 银沟液 一个排除性的东西 再往后一点 我们说特征性的什么呀 就是碳诊水平和负责丧失 碳诊水平和负责丧失 我们反复性的说 我们说碳诊水平 哇 就是什么呀 正常碳的深度 这叫碳诊水平 负责丧失就是这段距离 这段距离叫负责丧失 这几个东西 共同存在的情况下 我们说这是一个 慢性银沟液的特点 考试典型性的说 正常碳到什么地方 这结合上皮 碳入结合上皮 而反过头来 它说 最明显的主素 病人是什么呀 最明显的主素是什么呀 就是一个 牙语出血 这是牙语炎 最主要的一个主素 我们看第二个 牙周带形成 牙周带形成 一旦有牙周带形成的时候 我们说 多数形成是什么呀 就不是牙语炎 是牙周炎了 它是病理性的 有加深的银沟 牙周带形成的机制 包括这种假性牙周带 和真性牙周带 假性牙周带 刚才我们就说了 有没有附着丧尸啊 没有附着丧尸 它的银沟 正常情况 应该有三个毫米到这 但是它不断地增生 增生到这 一看探诊的时候 探诊深度 仍然是有牙骨指界 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说 它有牙草骨吸收吗 没有 有附着丧尸吗 也没有 所以它叫什么呀 叫假性牙周带 所以探诊深度 不能决定 它是牙阴炎还是牙周炎 必须要靠什么呀 附着水平丧尸 以及我们说的怎么样 牙草骨吸收 真性牙周带 我们说 它包括两个内容 一个叫什么呀 一个叫骨上带 一个叫骨下带 很明显的一点 我们说 真性牙周带 必然有附着丧尸了 必然有附着丧尸了 如果正常 我们说牙草骨 高度本身在这 如果变成到这的时候 我们就叫牙草骨高度 说是什么呀 下降 牙草骨高度 一旦一下降的时候 我们注意 牙草骨高度下降 我们叫什么带啊 叫骨上带 而它牙周带 就位于骨头的什么呀 正常这是牙周带 附着丧尸这是一块 而牙草骨高度在这呢 它位于它上面 叫骨什么带 叫骨上带 这种病多数建于什么呀 慢性牙周炎 慢性牙周炎的病人 多数是这种 而骨下带什么呀 这种带位于骨头底下 骨头底下的时候 它往往什么呀 垂直性吸收 这种骨头只是吸收了一部分 所以它称为叫什么呀 叫骨下带 有的书上叫什么呀 叫骨内带 或者骨下带 或者叫骨内带 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往往这种吸收多数什么呀 这种垂直性吸收 包括我们这种 侵袭性牙周炎 多数以什么呀 这种垂直性 脚性吸收比较多一点 但它俩共同的特点 都出现了什么的丧失 附着水平的丧失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特点 我们看考点 骨上带就是水平性吸收 骨下带什么呀 垂直性吸收 我们说临床中多数什么呀 混合性的会多一点 混合性多一点 刚才说 没有附着水平丧失 是叫什么呀 叫银带 叫银带 叫假性牙周带 而根据 它说根据累积牙面的类型 我们分为三个类型 这三个类型 好多人一看说很简单 我们注意 它跟曲并是有一定差距性的 我们注意 正常的情况下 单面带 单面带只限于什么呀 一个牙面 这个很简单 复合带是什么呀 两个以上的 叫复合带 而我们说 正常情况下 曲并是单面动 双面动 以及复合动 我们注意一点 它的复杂动 指的是什么呀 不是说多少个的问题 它现在强调的是什么呀 是复杂 复杂的时候 我们注意点 它成什么呀 螺旋形的带 起源于一个牙面 可扭矩到什么呀 其他的像 其他的牙面和根分岔 根分岔的一个区域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特点 所以更大层次上来说 我们说单面的 符合的以及复杂的 这是它的一个核心性的一个特点 这是它的一个核心性特点 所以分类中 考试问你说 累积了多个牙面的 这种牙周带 叫什么呀 叫复合带 正常一个深的 成螺旋状叫什么呀 叫复杂带 一个牙面不会靠 单面带 我们看第三个 牙草骨的一个吸收 牙草骨吸收相对来说 也比较简单 刚才我们说了 一方面什么呀 水平吸收 水平吸收 慢性牙周炎 再一方面什么呀 垂直性吸收 它往往是牙周炎的 另一个主要病理变化 我们注意牙周炎 两个核心性诊断 一个是附着水平丧失 一个牙草骨吸收 有人说牙周带一定是吗 牙周带也是 但临床中我们说 最核心的两个诊断 就是他们两个 一个腐着水平丧失 一个牙草骨吸收 它会导致牙齿的 支持组织丧失 我们刚才想象一下 说包括核创伤 核创伤局部刺激因素 核创伤局部刺激因素中 我们说外力过大的 叫什么呀 原发性的 而这种牙草骨吸收 叫什么呀 激发性核创伤 加重这种牙草骨的 吸收的局部因素 还有慢性因素 以及咬合创伤 这种激发性的创伤 我们看它破坏形式 包括这种水平性吸收 比如很明显的一点 它牙草骨高度 本身应该是这么高的 但是它现在变成这么高了 这叫什么吸收 水平性吸收 而垂直性吸收 它不是这么吸收 它这么吸收 这块被吸收掉了 这叫垂直性吸收 垂直性吸收 常规情况 形成叫什么呀 骨下代 而水平性吸收 叫什么呀 叫骨上代 而凹坑状吸收 大家注意点 凹坑状是考试考过一个 有人所以说 水平的垂直了 我都弄明白 凹坑没弄明白 凹坑往往位于什么呀 两个牙之间 两个牙之间 这边引乳头 这边引乳头 两个引乳头之间 我们注意 夹舌侧骨板存在 夹舌侧骨板存在 而中间这个凹坑 我们从里面看 这是一个临基 这是舌侧 这是纯侧 这是引乳头 这是引乳头 这块成什么呀 凹坑状吸收 它的夹侧骨板存在 舌侧骨板存在 而单纯性的 这块成一个凹坑状 反过头来考试 还有一种考法 怎么考的它 说X线下 X线下 密度降低 不明显的是谁 凹坑状吸收 因为它纯夹侧 夹舌侧骨板 什么呀 都存在 这两个都存在的情况下 我们说 就明显的是什么呀 叫凹坑状吸收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特点 所以我们在正常理解的过程中 我们说 只要它说夹舌侧存在 中间是一个坑的 叫什么呀 凹坑状吸收 这种往往什么呀 食物看塞的会比较多一点 食物看塞的这种比较多一点 多数发生什么呀 引骨区 就两个牙什么呀 牙缝的地方 这个大家特殊记 凹坑状的 因为前面两个 好多人努力性的记 在我考试考了它了 考了它 它对X线往什么呀 诊断意义是不大的 我们看临床表现 牙草骨吸收方式和程度 主要靠什么呀 X线显示 它主要X线显示什么呀 这种骨质破坏程度 而夹舌相 往往重叠而不清楚 所以考试人家考的点 在这一块呢 所以刚才我们说夹舌侧 影像不清楚 X线诊断不明显 这什么性吸收 银乳头这块什么呀 两个银乳头之间的 银骨区的什么呀 凹坑上吸收 这是考试考的原体 牙周炎 在吸收最初表现 是牙草脊顶的什么呀 这种骨硬板的这种消失 而到牙草脊顶的 模糊这种虫食样改变 牙周炎的吸收标准 我们注意点 往往这个大家作为 临床中也是一个标准 它正常的情况下 牙草脊顶到右牙骨质接 距离是一到两个毫米 这个我们在正常的解剖中 我们叫生物学宽度 而我们正常情况下 这是一个牙银 这是牙草脊顶 牙草脊顶到右牙骨质接的距离 就是一到两个毫米 这个就是生物学宽度 所以有的时候说 牙银为什么老爬在牙面上 因为牙草脊顶怎么来高 我们需要把这牙草脊顶给它去点 牙银就不往上爬了 这叫生物学宽度 如果两个毫米可视为什么呀 超过两个毫米 就视为牙草骨吸收 两个毫米为生物学宽度 这是一个牙草脊顶到右牙骨质界 这个距离就是两个毫米 这称为叫生物学宽度 它保留这个宽度之后 能导致牙银什么呀 位置正合适 位置正合适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的特点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的特点 我们看第四个 牙齿的松动和移位 牙齿的松动移位 我们说它不单纯性的牙周炎能移位 我们说牙银也可以移位 但是它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牙齿的松动和移位 不能单纯性的枕钻 就是一个牙周炎和牙移炎 因为牙移炎这种药性牙移增生 增生物纤维比较明显的时候 也会导致牙齿的什么呀 移位和松动 很明显 我们说牙周炎必然是这个一个方向 生理情况下牙齿有一定的动度 这实在跟种植相比 我们种植牙是没有动度的 而生理情况下牙齿有一定动度 而病理情况下超过生理范围 就成为了它 我们注意点 共同剂的一个特殊性的 重点性的东西就是 牙齿松动的原因 牙齿松动的原因 五个考试的时候 它就会改一个 之后作为一岛疫情问题 你现在就认同一点 我们说引起牙齿松动的原因 你知道说它能松 这就可以了 第一点我们看 第一个牙齿骨吸收 牙齿骨吸收必然是什么呀 我们叫牙齿松动的一个原因 原因是什么呀 因为我们说正常一个牙 牙齿骨像什么 像土一样的 土被刨没了之后 这牙肯定是什么呀 会松动 所以你理解一下说 牙齿骨松动 松动 牙齿骨吸收往往是导致松动什么呀 最主要原因 这是单独会考一行题的 所以临床中 他考试说 正常牙齿松动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呀 就是土被刨没了 牙齿骨吸收了 这是它的一个因素 第二个核闯伤 核闯伤我们注意点 包括这种原发性核闯伤 就是咬合力过大的时候 会导致什么呀 这种牙齿松动的发生 牙齿松动的发生 但是牙齿松动一定是核闯伤吗 不一定 所以你知道核闯伤 它也是它的一个因素 考试的时候你记住 全是选择题 这五个不需要大家背着 你知道说核脏伤 会不会导致松动 可以导致松动 好了OK了 后面我们看 急性的根肩炎 或牙周脓肿 引起这种牙周门的急性炎症 这个很明显一点 没有人需要你背这个东西 很明显 我们说急性根肩炎的时候 牙齿会什么呀 松动 包括这种根肩周脓肿 骨膜下脓肿 银膜下脓肿 牙齿都会出现什么呀 松动 所以它会不会松动 会松动 好了足够了 后面我们看 牙周手术 翻半术后 手术创伤 或这种部分性的骨 暂时性的松动增加 所以你记住 牙周手术术后 正常我们在做完牙周手术 这个牙 由于在手术过程中 手术过程中 有手术创伤的存在 所以它也会加重什么呀 松动 但是它只是一个 过动性的过程 再往后边一点 我们看女性的激素水平变化 我们在最早的时候 我们说牙周病的一个 全身性影响因素 就是谁呀 激素水平 因为正常的性激素水平 对正常的牙周 是有一定的什么呀 促进因素的 所以很大程度来说 我们知道激素水平 也是一个因素 而这些东西 我们说不需要你背 不需要你背 你只需要理解到 人家在问你说 最主要的牙齿松动原因 是什么呀 牙草够吸收 说核伤伤可以促进吗 当然可以 再来它说激素水平可以吗 当然可以 再往后边它说 正常的牙周手术术后 可以吗 也可以 像根肩炎 牙周种种这些东西 能不能导致牙齿松动 也行 好了 这五个原因 你能够知道就可以了 考试给你改的时候 我们说为什么说 所有的基础性东西 当你面越广的时候 反而它就越容易掌握这些东西 就是由于它给你改那东西 你就觉得很可笑 而这五个东西 只要你能理解了 我们考试的时候就足够用了 我们看引起牙齿病理性 一味的因素有两个 这就是我们最早讲的什么呀 讲的正常情况下 叫合力的导致什么呀 核伤伤 核伤分为这种 原发性和激发性 原发性和激发性 我们说它牙齿一味 无非就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什么呀 自己的抵抗力不足 叫做内因 而正常的外部因素是什么呀 合力过大 这是它两个基本性的因素 第一个 亚洲组织支持的一个破坏 亚洲组织支持的一个破坏 我们注意点 就是周围的什么呀 像我们说的牙草骨 吸收 这是什么呀 自身的一个原因 而第二个因素就是什么呀 合力改变 合力改变往什么呀 合力变大的时候 也会导致什么问题发生 也会导致牙齿什么呀 基本性的松动 而我们注意 病理性一味 主要发生在什么呀 潜牙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东西 您常常好多人 那个最明显的发点 我们发现 到了五六十岁的人 好多如果有牙咒病的病人 这个牙都是什么呀 年轻那会儿也特别漂亮 当然了 我们说漂亮不漂亮 跟牙有关系 有直接性的关系 但是不完全看牙 说我年轻那会儿也漂亮 说什么漂亮 是牙漂亮 年轻那会儿牙也很齐 到现在出现这种扇形的分开 所以人就问你说 病理性一味主要发生在哪呀 潜牙区 潜牙区发生的 我们叫什么呀 扇性分开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我们看第二个 牙周病的一个检查 牙周病检查 这部分内容考的会比较少 我们带着大家稍微把它过一下 第一个就是一个病史采集 牙周组织检查 以及核和药核关系检查 以及其他检查 这部内容有一部分是在什么呀 在时间技能里边考 第一个牙周病史 牙周病史往往我们说 它由于什么呀 跟这种遗传有一定关系 所以我们会询问什么呀 它的家族有没有遗传史 再要什么呀 正常情况下 它所有的临床表现 包括牙齦出血 以及什么呀 我们后面说的 正常的牙齿的松动 这些东西 有没有一个过程 这些是一个病史采集过程 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大意义 口腔病史和系统性病史 因为后面我们说 它包括这种艾滋病 糖尿病 骨质疏松 都会有一定影响 这个仍然不用背 家族史主要是什么呀 寝息应牙周炎根 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 这个仍然不用看 到后面我们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只要一提到 寝息应牙周炎 你就想到 家里也有这样 有一定家族什么呀 我们叫聚集性 我们看第二个 牙周组织检查 口腔卫生状况 有两个重点内容 我们注意点 第一个就是 菌斑指数的计分方法 我们注意点 不用菌斑染色剂 它是不用菌斑染色剂的 零是没有菌斑 你现在深刻有一个印象 因为到预防这种 还会重复讲这个问题 还会重复讲这个问题 在所有的预防学里边的 所有的检查里边的 我们说特征性特点中 唯一一个 所有的零都指的什么呀 都没问题 只要叫零的都没有问题 只有在和平外科 讲了一个T零 T零是什么呀 叫原发造隐秘 原发造隐秘 中流 原发造隐秘 而其他的零都是没有 一我们注意是少量 二是中等 三是大量 这个用备吗 这个是不用备的 这个是不用备的 菌斑的百分率 我们常规情况下 每颗牙按四个牙面计算 倍减牙面乘四 达到总牙面 总牙面乘以百分之百 就是菌斑的百分率 我们说常规情况下 我们被基本控制的率 达到百分之什么呀 基本控制的时候 百分之二十 比较优秀的时候 就是什么呀 百分之十一项 这个需要靠什么呀 菌斑显示剂 菌斑显示剂 把口腔那呼呼一束口之后 看它的牙面 能够什么呀 低于百分之二十 就达到基本控制 所以基本控制 注意它这个词 讨回到牙周的一个预防性的题 牙周预防性的题 我们看牙食的软购指数 牙食软购指数 我们说正常情况下 零仍然是什么呀 没有 一是三分之一以下 二是什么呀 三分之一三分之二 三是达到什么呀 超过三分之二 所以这种题 大家一看说 是这么回事 考试考它真不多 但是你最起码应该 见过它有一点印象 有一点印象 我们看第二个牙隐组织检查 牙隐组织检查 主要是开始我们说的什么呀 这种色形质 以及唇牙细带的一个附着位置 还有探诊出血 还有有没有易农 这些东西 了解即可 我们看正常的一个Bi和Gi指数 Bi和Gi指数中 我们说Bi指数考的还稍微会多一点 而Gi指数牙隐指数考的会少一点 B是什么呀 不老的 出血嘛 出血指数 就是所谓的什么呀 出血指数 出血指数中我们说 零肯定是健康的 而一我们是看的叫什么呀 一是有炎症组织改变 探诊不出血 所以你把不出血画一个圈 不出血画一个圈 二是叫什么呀 点状 三叫什么呀 出血炎什么呀 银元叫线状 写个线字 叫线状 三是什么呀 出血并易出 把易出画一个圈 第五个叫什么呀 自动出血 所以很明显的一点 我们说正常的牙齐出血指数 Bi所谓Bi指数 零是健康的 一是什么呀 往往什么呀 有炎症不出血 二是什么呀 点三是什么呀 往往二是点 三是什么呀 限 四是什么呀 往往自动 往往是正常易出引钩 到五的时候 逐渐变什么呀 自动的 所以就是点线 易自动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标准 Bi指数 它还需要反复性的记忆记 因为它正好够五个 所以考试考它会多一点 而后面的牙齐指数 零是正常 一是水肿 二是出血 三是什么呀 自发倾向出血 它考的很少 考的很少 这个看一看就行 主要把Bi指数记住 Bi指数记住 Bi指数你回想一下 刚讲完 看前面你说 零肯定是健康的 一是什么呀 有炎症不出血 二是什么呀 点状 三是什么呀 现状 四是什么呀 一出引钩 到五的是什么呀 自动出血 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过程 整个的一个过程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的一个特底 所以整个来说 这些指数中 我们只要去大家记住什么呀 记住出血指数就可以了 其他的东西 刚才我们说 菌班指数中 你只需要记住 控制达到多少 20%以内 就基本控制 但优秀的时候 对新码达到什么呀 10% 这个数大家需要特殊性的记忆 我们看第三个 亚洲探诊 亚洲探诊中 我们说主要目的是探诊 有没有亚洲带和附车丧尸 因为这个在时间技能中 大家都考过 所以这块内容 我们讲的时候 会稍微讲的快一点 因为这块内容 基本上技能都讲过了 探诊的深度和附车水平丧尸 我们注意 它分为两种探诊 第一个是尖探诊 第二个是亚洲探诊 尖探诊 我们在节制过程中用 它主要探什么呀 探牙石 因为牙石 我们多数探的是 银上的那种结石 银上的结石 所以做这种 银上节制的时候 它需要探这个东西 还可以探一部分 什么呀 根本上并变 而我们说 亚洲探诊主要检查什么呀 亚洲带的情况 这是两个探针的差别 所以有人说 你做节制的时候 为什么不用亚洲探针 因为节制做 我们做什么呀 叫银上节制 银下就叫瓜制了 我们探的时候 也探银上节制 有没有没去干净的 我们探不是进入到什么呀 探不是进入到深的 结合上皮里面 而正常的 我们说 亚洲探针需要探入到什么呀 结合上皮中 如果你尖的话 就给它刺破了 我们看正常的握持 握持是我们 时间技能中 反复讲的叫改良握笔式 往往力量上来说 我们注意一点 现在开始强调 就是时间技能考的 笔式仍然会考 所以很多人说 我时间技能 没看书 所以到这的时候 我说的每一句话 你更加应该注意 时间技能 你看书了好了 这话比较简单了 因为你都背过了 所以学什么东西 都以你来说 考试都是有利的 它是20到25克 我们常规情况下 我们说 它大概判断标准什么 就拿铅笔 扎入到直接缝里边 这个力度 而这20到25 需要背下来 进入方向 我们说必须要与谁平行 牙体长周平行 如果到特殊性的部位 临面的时候 我们尽量的什么呀 紧贴什么呀 临界区 比如这是一个 这是临界 我们尽可能性的 让这个探针怎么着 跟那个 临面相平行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的区域 所以更大程度上来说 我们说方向尽可能 与牙体长周平行 而移动的方法 我们叫什么呀 宽广提差势移动 宽广提差势移动 这个实验技能的时候 反复性的说 临面要尽可能贴住什么呀 贴近 临面的接触点 贴近临面接触点 另外我们说 将它插入到引股方向 稍倾斜 探诊顺序 分区分点 这个没什么 我们考试的点有几个 第一个 握持方法 改良握笔式 第二个我们说 常规情况下的力量 什么呀 20到25克 第三个进入的方向 沿什么呀 牙体长周 移动的位置 什么呀 宽广提差势 再我们说 临面尽量贴近什么呀 临接区 最后一个探诊 要有一定的什么呀 顺序 这就是它 整个的这部分内容的 注意事项 因为时间技能 这个是要求 大家都已经背起来的 所以这块内容 相对会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看探诊内容 这五条也是 时间技能要求背起来 包括探诊深度 复生水平丧失 以及探诊后出血 牙食以及根纷扎病变 这些东西 我们注意 你只要能看到 说是包括它这些东西 在比试的范围内 反而要求更低了 你知道说 能探诊到探诊深度 还能探诊到 复生水平丧失 有人凭什么 能看着复生水平丧失 这是一个亚洲带 什么叫 复生水平丧失 这个深度叫什么呀 探诊深度 这叫探诊深度 而这就是 复生水平丧失 这叫复生水平丧失 就是带底 到幼牙固执界之间的距离 这叫复生水平丧失 所以这两个特殊性的点 大家必须要有一个概念 复生水平丧失 是从带底往上 到幼牙固执界之间的距离 如果一旦有复生水平丧失 就肯定是什么呀 肯定是牙周病 或者出现那种 牙草骨的明显吸收 跑到这儿来了 就明显是什么呀 牙周病的一个特点 牙周病的一个特点 我们看第六个 牙齿松动 牙齿松动常规情况下 我们说 这个是实验技能里 要求大家背了 无数次的一个东西 我们说判断有两个方法 正常牙有一定的动度 但是动度比较小 我们说常规情况下 它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方向来说 只有正常的夹舌相的 我们说证明是几度啊 是一度 如果夹舌相加进眼中 什么呀 二度 夹舌进眼中 加上垂直方向 就变成什么呀 三度 这是方向来判断 第二个 从毫米上来判断 我们说幅度在一个毫米以内的 是一度 一到二的什么呀 是二度 二度以上的就是什么呀 两毫米以上的就是什么呀 三度 所以这个对大家来说 没有任何难度 考试会考吗 仍然会考啊 这个东西不是不考 而是时间技能 已经对大家做出了 倍的要求 这块内容 只是大家熟悉 就可以了 我们看第三个 核和咬核功能的检查 这块内容助理是不考的 检查内容 包括这种正中核的检查 这让患者正中核 看有没有这种早接触的东西 再要磨耗程度是否均匀 往往某些牙 只要早接触 就面临着它就是什么呀 它会受到磨耗 再要松动一味缺失的 检查核干扰检查一般的 做测方核 摸着哪个牙 看哪个牙什么呀 动动明显的时候 多数就会存在什么呀 这种核干扰的问题 这个大家作为了解性 这个考试基本上 考的不算太多 包括这些检查方法 我们看从检查方法来说 包括这种试诊 门诊 咬核指的 蜡片的牙线的 以及研究模型 还有这种光合法 以及合力剂 这些东西作为了解就可以了 因为这些年一直 也没有考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一直在这 我们说不讲 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这些东西 我会告诉你说 看一眼 好了我们有个印象 考试很少会考的 很少会涉及到它的内容 我们看第三个 核闯伤的临床指标 核闯伤这个是 已经讲了第三次了 临床上有核闯伤的牙 大多数出现这种松动 但是松动的牙 不一定是核闯伤 我们说核闯伤 刚才我们讲了两个因素 第一个叫原发性的 原发性就是咬核力过什么呀 过大 而激发性的什么呀 咬核力一方面过大 另一方面最主要因素是什么呀 自身的知识组织不足 有人说 那你说这个就不叫激发性的 就叫混合性的 对是混合性的 激发性只限于什么呀 只限于知识组织不足 所以外力过大 原发 知识织组织不足 激发 两个都有 叫什么呀 叫混合性的 X线显示近牙颈部的牙周门间隙增宽 硬骨板消失 牙草骨 出现这种垂直性吸收 而受牵拉的地方 可出现硬骨板增厚 这个是考试每年 作为A1形体或A2形体 给你描述的一个特点 它如果见证任何一种 X线表现说 正常情况下 比如这是一个牙 我们重新换一个 这是一个牙 这是牙草骨 我们说如果这块 有合创伤的情况下 创伤力冲这边 这边是受压侧 这压侧牙草骨什么呀 出现间隙增宽 牙周门间隙增宽 而这边受牵拉侧 出现一定的什么呀 增升 所以考试很明显一点 这块压迫的时候 就会出现什么吸收 垂直吸收 所以人家说 合创伤会垂直性吸收 食物看伞也会出现 垂直性吸收 这个大方向 所以考试你见证一点 如果发现一边增厚 一边什么呀 变薄的时候 怀疑是什么呀 合创伤的存在 还有一些临床变化 可能与合创伤有关 比如个别牙的什么呀 牙银退缩 这个临床中我们比较常见 只要见证说这个人 牙银这块明显退缩了 比如上四上五 这个地方如果明显 出现牙银退缩的时候 多数怀疑是什么呀 跟合创伤有关 再有正常的一个淫裂 或者这种汇图咬合时 患者的牙银明显发苍白 往往只要有力量在的情况下 这种牙银就会受到压迫 压迫之后血就过不去 血过不去就发生什么呀 苍白 有时患牙发生这种 磨耗的小平面 或者这种根裂 所以合创伤大家临床中 还稍微要注意 只要这种牙银有退缩的时候 你就让它咬的过程中 把手放到牙这个位置 只要这牙有明显的 重击感的时候 就给它调和 比如说调和不得磨牙吗 我们说磨牙 大家是有一定限度的 我们背牙都要背的1到1.5 我们磨的时候 只磨0.5 磨一个毫米 问题并不大 没有什么态度 因为幼脂的厚度 在牙尖的地方 我们说能达到什么呀 达到2.5 前牙的切丸一般 还能达到什么呀 两个毫米 所以调和一个毫米 都问题不大 都在幼脂层内 最后注意点图符防取 就可以了 我们看第四个临接关系 临接关系在什么地方讲多 在修复中讲多 我们说正常人的临接 就叫什么呀 牙线有阻力性的通过 而临接我们说 关系不良 或失去临接关系的时候 导致什么呀 食物堪塞 食物堪塞我们讲两种 一种叫什么呀 正常人我们说 两个人临接没有问题 临接没有问题 只是老年人什么 牙育退缩之后 水平性堪塞 再一种临接有问题 叫什么呀 垂直性堪塞 所以你记住一点 牙移正常情况下 我们说拿牙线 叫做什么呀 有阻力性的通过 表示接触什么呀 接触点良好 而正常情况下 我们说 它有阻力性的通过 往往是一个好事 如果没有阻力通过什么呀 往往就是临接过松 就会导致什么堪塞呀 垂直性堪塞 如果正常牙线 都过不去的情况下 叫什么呀 临接过紧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修复用这般内容 用的会比较多一点 用的比较多一点 我们很明显的发现一点 一般的垂直性堪塞 垂直性堪塞 从这塞进去的时候 它不好踢出来 一般我们会建议用牙线 而水平硬堪塞 这个发现 我一吃饭就塞 一吃饭就塞之后 我待会拿牙签一捅 就能出来 这是水平硬堪塞 水平硬堪塞往往什么呀 比较容易去掉 但是有一个特殊性的特点 是什么呀 我们这部分病人 多数情况下 我们解决的话 没有太好的办法 只能什么呀 重新做牙冠 关闭临阶区 只能采用这个办法 因为好多别人 在主塑图 代表你把这牙范给我补上 牙范补了 能补吗 不能补 不能补 这个地方是不能补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看第四个 其他检查 X线检查 往往刚才我们说了 最起码X线能看到 一个什么东西 一个牙周膜间隙 再一个最重要的 能看到什么呀 牙槽骨的吸收 牙槽间隔的高度和形态 以及硬骨板是否存在 我们注意 所有的牙周系统疾病 以及根肩疾病最先破坏的什么呀 是硬骨板 所以硬骨板跟肩去 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 跟肩眼 如果正常的 牙颈部这块硬骨板 出现问题的多数什么呀 就有牙周眼督 牙周间隙的宽度 以及跟面的骨脊的情况 还有牙槽骨的致命程度 牙槽骨脊的破坏情况 这些东西都是他能看到的 用背吗告诉我 不用背 看一眼就足够了 所以好的东西 不是让大家都背的 大家有时候看一本书的时候 觉得大家很迷茫 不知道该背哪 这就是我们说 第一遍听视频的时候 最明显的一个作用 就是我会告诉你 什么东西必须要背 什么东西看一看 什么东西都不用背 理解就行了 我们看X线这种牙槽骨吸收 牙槽骨吸收的时候 我们说常规情况下 我们描述牙槽骨吸收 一般我们三个分三度 牙槽骨吸收在牙根的 颈三分之一的情况 我们说什么呀 是一度的 达到中三分之一的时候 二度 达到根间三分之一是什么呀 我们说三度 一般的 颈三分之一上 我们可以做固定修复 在讲固定一尺的时候 正常我们叫考思桥的时候 一般的一度松动可以 但是有一个基本性的问题 它一度松动需要加什么呀 加鸡牙 二度松动 我们说可以做什么呀 活动一尺 活动一尺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这块 尽量型的什么呀 让它少受力 只是让它能够保留 而三度松动的时候 我们最多就给它什么呀 给它拔掉 三度松动是拔除的 一个适应证 这三度松动 需要大家必须要理解 因为很明显的一点 我们说它是支配着什么呀 临床中 我们对这个牙的 保留不保留的问题 保留不保留的问题 看其他检查 一般包括那种 捏下核关节的检查 微生物检查 以及生化的检查 这部分内容 我们说在正常的 这部分内容 在和面外科会讲 微生物检查和生化讲 微生物检查 我们会在具体的 所有的疾病中讲 比如我们之前说的 认身器的银盐 我们会查到什么呀 中间普世菌 急性坏子 固氧性银盐 查到什么呀 缩性杆菌 螺旋体 中间还差一什么呀 加了什么呀 中间普世菌 再来我们说 正常的半方线 方线菌 最常见的是什么病啊 我们叫吸引 吸引牙周炎 所以微生物检查很重要 考试的时候 A3S型体 必然会 第一问你诊断 第二问你 需要做什么检查 能查出什么东西 再往后问什么呀 再往后问治疗 这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体 连续性体 这个大家必须要印象 我们看一例题 测量附着水平正确的一个方法 我们测量附着水平正确的一个方法 我们说它是谁呀 正常我们说 谁到谁的距离 我们说了无数次了 带底到谁呀 右牙骨指借 所以答案选什么呀 选D 就是这个距离 带底到右牙骨指借 之间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啊 而正常我们说 银元到带底之间的距离 银元到带底之间的距离 我们叫什么呀 叫探诊深度 这叫探诊深度啊 探诊深度 其他那几个都没有什么概念 我们看牙周带的病理形成 始于我们注意 牙周带的病理形成 牙周带如果想形成 附着水平肯定什么呀 附着水平肯定丧失 附着水平丧失之前 我们最明显的一个 基本变化是什么呀 牙银的结底组织炎症 牙银结底组织炎症 所谓的牙银结底组织 就包括正常我们都在 沟内上皮 结合上皮 多数结合上皮 如果出现根方增值的情况下 才能出现附着水平丧失 所以牙周带的病理形成 就是附着水平丧失 附着水平丧失的情况下 我们注意点 它才出现了什么呀 正常我们说的牙周带的形成 牙周带的形成 而我们说正常情况下 牙周带形成 就是结合上皮的一个根方增值 结合上皮根方增值 原因是什么呀 结底组织有什么呀 有明显的炎症 有明显的炎症 这个题是一个逆向性的题 大家稍微把它能够转向向来 就可以了 我们看银上菌般的优势菌 银上菌般我们说银下菌般 和正常的附着性的银下菌般 它都是一样 都是格兰式什么呀 格兰式阳性的 格兰式阳性的 这种虚氧和坚氧菌 虚氧和坚氧菌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的东西 而我们说格兰式阴性菌 主要建于什么呀 非附着性的什么呀 银下菌般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阴性的什么呀 这种坚性艳阳菌 和这种专性艳阳菌 这种如果它换成阴性的 就是谁呀 就是我们说的 非附着性的菌般 非附着性的菌般 亚洲病的预防重点集中在 亚洲病所有的 我们说预防重点 都在控制谁呀 控制什么呀 我们最大的始终因子是谁呀 亚菌般 始终亚菌般的时候 所以我们说亚洲病的 核心性的控制点在哪 仍然是控制菌般 控制菌般 我们要求控制在多大 20%以内 这就达到基本性的控制 比较理想的就需要10% 比较理想的就需要10%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的点 所以整个来说 我们说菌般控制住 怎么控制菌般 菌般正常的漱口能行吗 不行 需要干嘛呀 刷牙 所以刷牙是预防什么呀 亚洲病的一个主要性的环节 主要性的环节 我们看亚洲炎的 主要病理变化之一 我们说正常的主要病理变化 第一个我们说牙齿松动 可能是亚洲炎的 但是也可能是什么呀 其他疾病的 我们只能画一个问号 菌般形成跟亚洲炎 一定有变化吗 不一定 而正常牙齐增生 一定跟亚洲炎有变化吗 不一定 牙齐出血有一定有变化吗 不一定 所以最后我们推来推去 只能剩谁了 牙草骨吸收 因为我们反复性的说 我们说在正常的牙齿松动 牙齿松动说 药物性牙移增生 也可以导致什么呀 牙齿这种剂松了 牙齿剂松了 再有一点 我们说牙草骨吸收和附着丧失 是它的主要病理变化 所以在这 大家可以在书上 写上一个附着丧失 附着丧失的情况下 我们说也是它主要病理变化 这两个特殊性的点 是它最核心的一个什么呀 病理变化 有人说那牙洲炎形成 如果在里边有可以选吗 当然可以选 当然可以选 因为牙周带的形成 往往就明显的是什么呀 牙周炎的一个病理变化 牙周炎的一个病理变化 我们看牙草骨水平性吸收时 形成牙周带通常是水平性的 我们说很明显的一点 水平性吸收它低度下来了 所以叫骨什么带啊 骨上带 这个没有什么台特殊的 骨下带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多数情况下 骨下带是什么呀 位于它底下的叫骨下带 叫骨下带啊 复杂带一般我们说 往往是一个面进去之后 成什么呀 我们叫螺旋皱 螺旋状生长 螺旋状生长多数就叫什么呀 就有复杂带 复杂带啊 复杂带的形成 我们看与牙草骨快速破坏 有关的菌斑 牙草骨快速破坏的菌斑 我们刚才叫 是附着的还是非附着的 往往我们说都是什么呀 非附着的银下菌斑 这个没什么太特殊 这是刚才我们反复强调的 考试它也是一个 反复考试一道A型的T 这也是经久不衰的一道T 经久不衰的一道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